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贸情势分析 大家好 经贸情势分析第二讲 序论 今天我们仍然非常高兴 邀请到乔光科技大学 讲座教授陈明德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贸情势分析第二讲 谢谢 第二位来宾 能源是我们远东商业国际银行 资深乡礼林大勇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看到最近金价创历史新高 油价狂飙 粮食价格也不断地在创新高 想知道这些原因 看这一集的经贸情势分析就对了 本讲的教学目标 一 量化宽松政策 二 粮食危机 三 全球货币战争 什么叫做量化宽松政策呢 事实上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 那增加货币供给量 当然你不能够直接把钱 然后印钞票 然后印来钞票拿给这个普罗大壮 这当然不行 它有一套的方法 叫做透过公开市场操作 美国在联邦准备理事会里面 下面有一个委员会很重要 叫做FOMC 叫做公开市场操作 所以透过公开市场操作 来购买这个政府 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 那他购买的债券 当然要把美金 印的美金拿去买 对不对 所以说量化宽松政策 就是一种委婉的手法 就是印钞票来买他的政府债 一种委婉的手法 事实上这也不是从美国开始的 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是从哪一个国家开始 是从日本开始 从日本开始 那日本为什么会有量化宽松政策 因为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不够 不够的话 因为日本走入了失落的20年 那以后我们会讲这后币战争 失落的20年 结果因为这个通过紧收 通过紧收 那没有办法这个资产都缩水 老百姓苦得要命 消费也没有办法增加 而且还衰退 所以说要增加货币供给量 一般美国的政府 也就是央行 有两种重要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降低利率 降低利率 你把金融 这个央行把利率降低了 自然钱会跑到市场上来 让市场的资金充裕嘛 可是日本那时候怎么降低啊 它利率已经降到0了 降无可降 可以说举步维艰啦 我们现在有一所台语歌 正在流行说 要走不步 要拿不路了 机会怎么样 只好怎么样 只好举步维艰的话 就只要采取第二个方式 叫做量化宽松政策 就是印钞票去购买政府债 好 那接下来呢 美国就开始学日本啦 因为它第一招也不通了嘛 美国的利率也是0到0.25% 再降也降无可降啦 只好再采取第二招 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那我们请林老师 你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 好 那么量化宽松 其实就是中央银行 印钞票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其实它就是 在中央银行 在市场上购买这个债券 让市场上这个资金供给 大于资金的需要 那压迫金融机构呢 把资金带放出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印钞票的政策 那么美国呢 为什么要采取 新一波的量化宽松政策呢 其实美国当初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那时候是第一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这个金融海啸 对美国的冲击很大 美国的金融市场岌岌可危 面临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 那全球各央行都拼命的降息 降到领利率 但是全球的金融市场 全球的经济仍然没有豪转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全球的央行都同样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这样印钞票 所以美国呢 在第一波的量化宽松政策呢 就释出了将近1.7兆美金 那么第一次的这个量化宽松呢 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让美国的金融市场呢 避免走入大萧条 第一次的量化宽松之后 我们看到全球这个新兴市场 已经慢慢地走出复苏 那么新兴市场的股市呢 也慢慢地走出阴霾 那全新兴市场的股市呢 也快要创到这个金融海啸前的一个历史新高 但是就美国来讲 美国是这个金融海啸的发源地 虽然呢 这个美国的量化宽松 但是呢 他的经济虽然有复苏 但是复苏的很慢 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9.7% 那美国的经济呢 成长缓慢的复苏 也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比方说民主党 他在其中选举的败选 就代表的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跟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好 这就是量化宽松政策之下的一个优点 任何政策有优点 就有相反的一面 就缺点 他的优点量化宽松就是 避免通货紧收之一律 是不是 让股市大涨 然后这个消费者 这个消费的意愿也慢慢增加了 可是呢 他的缺点在 因为他没有基本面来支撑 所以这个股市涨回来 消费增加是因为钱多 就是资金行情 我们所谓的叫做资金行情 没有基本面来支撑 所以很多人都会感觉到 就会问 奇怪 既然美国的经济有在慢慢复苏 为什么是五感的复苏呢 五感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五感的复苏 对不对 就是失业率还是那么高 接近10 9.7 为什么 这就是他的缺点 因为没有基本面来支撑 只是钱多 钱多 越来越多的钱 去追逐越来越少的资源 当然会造成通货膨胀 会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 第一波 他是为了要 让这个市场活络 金融体系活络 做到了1.7兆美金的 振兴经济的方案 他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他发现 五感复苏也怎么办 失业率还是那么高 经济成长还是这么缓慢 只要在做第二波 在去年的失业 就做第二波的QE2 QE2 请程教授你来发表一下 QE2是6千亿金 那这个美金 他刚刚邱教授你在讲 他基本面不好 股价在那边炒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其实美国在跟日本很像 他在振兴方案 在宽松量化政策出来以后 没有人把钱拿去投资 反而去追逐 其他世界各地 能赚钱的地方 钱是往最有利的地方跑 永远的 他造成了热钱到处在流窜 所以有的时候 就炒农产品 石油 黄金 这些就炒起来贵金属 金价位在1500多 甚至这两天还到了1600 那是因为美国 大家认为说 疑虑他会国债会 政府债会违约 对啊 事实上理事来讲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不晓得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疑虑 所以就马上冲高了 最好的保值工具就是黄金 其他没有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拉回国内来讲 我们国内现在很怕这样 很怕热钱来 所以我在上一讲 特别提到彭怀南 我到现在很尊敬他 他在黄子热钱的时候 用了很多很多的金融工具 在那边在阻挡 但是你又不能阻挡到 我们通货紧收 那就完蛋了 可是台湾现在目前是 台北市的房价 你怎么挡都没有用 就是钱太多 就钱太多嘛 这个很简单嘛 大陆也是要打房 为什么效果不好 就钱太多嘛 中南部的房市还是那么便宜啊 人家就会选最有利的地方 共同去炒 这就是M型的啦 M型的发展 就是说有钱人 能源是有钱 他在住在精华地段啊 豪宅啦 有钱的企业就在 这三半大楼 其他中间就是 M型的中间那个 底部就是没有钱的 所以你们有发觉 两岸在ECFA之后 那又碰到全世界的热钱 这么多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台湾的两兆双新 半导体跟 都恢复到三千五百点左右的价格呢 现在呢 现在股票是八千六百多点 很简单嘛 大家都做同样的东西嘛 墙嘛 红海市场啦 大家都做同样的东西 那热钱就很聪明 他去炒那个比较范围大的 比较技术层级高的 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到底量化宽松政策出来之后 可以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 实行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事实上不可以的 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一种 救急不救穷 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政策 所以说量化宽松政策呢 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刚才讲过了 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应该请林大夫老师呢 你用这个表格来 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好 那么请同学看这里 我们来跟各位探讨一下 美国QE2 六千亿美金的这个量化宽松 它分八个月 意思就是说 它每个月呢 会印出七百五十亿美金的钞票 那这个对亚洲以及对新兴市场的冲击为何 那我们从这边看来 第一个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印了六千亿美金 那这个美金呢 新一开始呢 会先入美国的这个金融体系 那这个钱呢 他自己会投票 他会去寻找高收益高报酬的一个地方 他发现美国的利率是零到零点二五 所以他会跑到哪里 跑到亚洲 为什么 因为新兴市场 因为新兴亚洲 他们的利率比较高 他们的这个经济承浪率比较高 所以呢 钱都往新兴市场跑 那钱往新兴市场跑之后 跑到哪里 第一个 炒股 炒汇 就像刚刚我们陈教授一直称赞的彭总裁 他这个在捍卫汇率的所谓的柳树理论 他的表现呢 实在是也蛮令人激赏的 那再来呢 我们继续看他会炒什么 炒农产品 我们看棉花 看小麦 看玉米 纷纷地创什么 创历史新高 还有包括黄金等等 那第一个 他会造成什么 造成货币战争 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 为了这个汇率的问题 炒得不可开交 那再来呢 我们看股市跟汇市 那新西市场的股市跟汇市呢 跟房市呢 一直怎么样 动荡不安 那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物价上涨 造成了通货膨胀 那么因为股市 汇市以及房市场的资格呢 这个像泡沫一般的一直上涨 但是这个泡沫的上涨 总有一天会怎么样 会泡沫 气球吹到一天 气球吹到再大的一天 总有会泡沫 所以到那一天会产生什么 这个泡沫会破灭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坊间的一些 有所谓的末日博士 有所谓的2013年的大泡沫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 全世界呢 在制造了一个大泡沫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这个资产的一个什么 泡沫 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很多人都在想说 美国可能现在经济复苏这么慢 可能还会再有第三次的Q3的量化宽松政策 我觉得量化宽松是一种猛药 这个猛药不能经常吃 吃会有抗药性 那不得已才吃的 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 大家都晓得嘛 已经陷入一个什么 市场的流动陷阱 流动性的陷阱 什么叫流动性的陷阱 货币一直宽松 可是投资和消费的支出的意愿 都没有那么高啊 对不对 所以说等于理论上来讲就是 供给的区限和需求的区限 竟然成平行 应该有交集 结果没有交集 变成区限 所以量化宽松政策 我是希望不要再有第三次的量化宽松政策 因为那是不得已的猛药 而且这个结果很严重 结果是怎么样 事实上美国是量化宽松政策 它直接受益 可是受害者是谁 是其他的国家 他的周边的国家 邻国为后 以邻为后 以邻为后 我们说台湾就是说 死死就没有死病毒了 美国就在那里做这件事 因为全世界都听他的 你说印钞票来买债券 拜托 你这个 买债券回来 四万出的这个钞票 你的债券要有价值 因为你钞票四万出去之后 人家钱又多 又回来买你的债券 只是循环 别人要这样做 有人要买吗 没有人要买 只有美国人家会买 所以大家对他有信心 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而已 对不对 所以量化宽松政策 我觉得导致的结果是 其他国家都在乎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房地产也得不下来 对不对 费事大涨 所以说刚才你说我们彭总裁 你说六颗心我再加他一颗七颗 七颗心 不是只有六颗而已 我们内行的真的都是很钦佩他 他用了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方法 而且很缓慢 很温和的方法 让我们伤害 两害相权取其亲 让台湾这个金融市场的伤害 减到最低 这才是了不起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探讨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就是 现在全世界 陈教授您也最重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粮食危机 那粮食危机 就是有两个方向 会产生粮食危机 第一个 联口 暴增 这一点很多人听到最奇怪 我们台湾的联口是在减少 怎么会暴增 以开发国家 台湾算以开发国家 这联口像德国他们都是联口慢慢的减少 是衰退的 可是开发中国家 新兴国家是暴增 从1999年的60亿 全世界60亿的联口 现在2011年 只有12年的时间就增加了10亿 现在全世界联口到2012年 会增加到70亿 听说每12年增加10亿 这是非常恐怖 听说他们的预估 那专家的预估 说到2050年 全世界联口会达到90亿 90亿那时候的粮食 要增加生产70% 如果没有办法增加生产70% 那时候很多人会饿食 肌肉的边缘 现在经过统计 这个每6分钟 就会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 在那边肌肉的儿童 对不对 所以每6分钟就会有一个趋势消耗 这个就因为饥饿来去世的 所以说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联口增加 是在开发中国家 增加得太快了 第二个就是粮食生产的趋势 怎么减缓 这个就是龟鸠鱼 像很不幸 这个乌漏篇龙连夜雨 这个冰岛的火山爆发 爆发就飘了一大堆的火山灰到空中来 加上空中大气里面有二氧化流 结合起来 就把整个大气层盖住了 那时候让阳光照不到这个大气层 当然这个粮食的生产就会减少 但是有的地方是酷热 酷热粮食的生产也是减少 根据统计 温度上涨1.12到2.37度的摄氏 这样1.12到2.37度 这个粮食就会减产 就会减产 稻米就会提早早熟 早熟的话就会 产量就会减少 所以不管太冷气候变迁 太冷或太热 粮食都会减产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程教授 你来说明一下 这个未来我们因应之道是什么 对这个粮食缺乏 其实粮食缺乏跟货币宽送政策 这件是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基本面 刚刚邱教授你特别提到的 这个未开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一个国家 是已开发未开发 应该不能用外汇 用GDP来分 应该看谁会比较生孩子的 我们叫做未开发 因为台湾早期也是 很会生 后来才规定你两个恰恰好 现在又鼓励你 生第三个政府要补助你多少钱 中国大陆一胎化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得吃 现在中国大陆有钱 粮食控制很好 有得吃 它是鼓励你现在可以多生 为什么 这为什么 这很简单 你看看东徽 东徽 整个非洲的东部 那几乎六秒钟死一个孩子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东徽这很可怜的 没有饭吃 那开发中国家 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你刚刚讲M型越来越大 好了 一般人 好人 他那个漂亮的妹妹 那个媳妇 他就不生 他怕痛 他怕养孩子 他怕晚上要起来泡牛奶 那怎么办 那所以说 劣币期足良币 但是整个粮食危机 因为经济的发展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灾害 气候的变化 那最近的 极致的气候的变化 所以造成粮食的 不平衡发展 好不好 那我们可以说 粮食危机 你叫我要讲答案 要怎么去解决 我目前没有答案解决 这个要各国合作 各国合作 大家来控制 你不能说现在 把粮食拿去做生殖材料 那就完蛋了嘛 对不对 也是粮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这个就是要放弃嘛 你现在为什么不用太阳冷 不用铃铁电池呢 这个天然的阳光 你生产的铃铁电池 好 我简单解释到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对 暂时休息一下 粮食危机绝对会影响一个国家 经济 社会和政治的安定 那从这个北韩到阿富汗 从海地 海地到新巴威 从这个摩瓦多到这个车程 都数以千计的百姓 人民 都是在饥饿的边缘 在挣扎 这一点是非常恐怖 那为什么这个粮价上涨得这么快呢 为什么粮价会上涨这么快呢 大概有几点原因 我们把整理出几点原因 请大家来分享 好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经济发展 带动粮食需求的增加 那比方说中国跟印度 我们知道中国跟印度 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 那这些人民呢 过去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那现在经济发达了 他们对吃的需求就增加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刚刚陈教授特别提到的 石油暴涨 对生殖能源的 以存的需要就增加了 那么能源呢 跟农产品在抢夺什么 抢夺土地跟水资源 那当然会导致粮价的上涨 那第三个是气候的变迁 跟严重的自然灾害 我们看到去年全球 澳洲纽西兰的水灾 泰国的水灾 冰岛的火山灰 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什么 粮食的供应 那第四点呢 就是全球粮食库存的下降 也是导致这个粮价上涨 那第五点呢 就是投机 那美国次贷危机后 一些投机的资本 开始怎么样炒作粮食产品 那第六点呢 由于油价的上涨 那么石油的运输费用呢 就会上升 因为我们知道粮食 也有一些出口国 那么透过这些运送的过程呢 那运费增加呢 当然粮食的价格就会增加 那么第七呢 就是美元的贬值 因为如果美元 因为全球粮食的这个 进出口的结束 还是要用美元 那你美元贬值 对粮食出口国来讲 他会觉得说 那我卖了这个价钱 变便宜了 所以为了要应付美元贬值 不得不怎么样 就是把粮食价格提高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粮食的供应国 比方说中国跟印度 当他们发掘 全球的粮食 已经快供不应求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呢 就删减了什么 粮食的出口 这个粮食危机 比战争 比全球软化 比环保的失控 还更严重 所以这一定要控制好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货币战争 1985年 日本和美英德华 签署一个广场协议 什么叫广场协议 就是美国那时候看日本 外销那么好 赚了那么多钱 很眼红 然后就把日本捧上天 请他的一个作者 喜欢动动笔的作者 就把他写了一本书叫 日本是全世界第一 还捧日本说 日本现在这个实力 可以把美国整个买下来 所以日本当和美国签订了 这个广场协议之后 日币从一块美金 兑250块的日元 一直升 涨升到1995年的79.25元 一块美金只换79.25元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日本浑南逛 飘飘然 你看我国力都强 然后去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那苏尼亚去诟病 我们就有这个环球影城 勒科菲勒石油大楼 茫茫然 因为事实上我们日本 当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当外汇存体增加的时候 那物价一定会上涨 因为外汇存体增加 几乎都是 尤其是日本 是因为金长账增加 金长账增加 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它 劳务和有形的贸易 收入很好 商品和劳务收入得很好 就是把国内的资源 换白话来讲 就是把国内的资源 不断地运到国外去外国人用 但是赚它的美金回来 赚它的外币回来 可是这个美金赚来 又不能在国内用 一定要换成本币 本国币 所以 日本的外汇存体 比如说有两兆的话 两兆美金的话 同时它释放出 相等价值的日币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个日币就 钱就多出来了 突然多出来 可是在国内的资源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钱 追逐越来越少的货物资源 一定会造成通货本战 所以一定要消化掉 这些外汇存体 那消化掉就是到国外去投资 这第一个 可以消化最多的投资 第二个 鼓励去收购 美国最好的国家 它当然不会收购那些 什么巴尔干半岛那些国家 收购好的国家的科技 科技公司 高科技公司 环球影城 乐客食物 非乐食物大楼 对不对 等等 这些有价值的资产 然后鼓励他们去国外旅游 发钱 对不对 发外汇 然后鼓励他们去留学 对不对 因为壁子生子留学会打折 本来你十万美金 可以拿一个博士学会 现在变成六万 变成五万 那打对折 所以说鼓励你们些旅游 去shopping 去国外shopping 花掉这些外汇 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那个 那个时候日本人真的 很难忘了 慢慢来 所以日本二十万万 是世界第一 可是美国把他去广场协定 签下去之后 他才知道 惨啊 一两年后 效果出来了 惨啊 他的外销急速也说 所有的工厂 全部都外移 因为为了他的产品 几乎大工厂都活不下去了 工资高涨 那怎么活下去 那你生产出来的产品 成本高 售价水涨船高 推动推升型的通货膨胀 赶快要外移 外移就变成产业 渐渐的空洞化 当然不是全部啦 大部分大厂都会外移 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广场协议 日本所受到的一个苦口 吃到的一个苦口 这个苦口让日本走了二十年的空头 这叫失落的二十年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了解 第二次的货币战争是什么 请我们林教授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第二次货币战争的主角就是中国 那我们刚刚邱老师也特别提到 85年日元的狂生 就是美国这个经济霸权要对付什么 对付日本这个世界第一 让日本的资产膨胀 最后让日本的经济有迅滥 归于什么 瓶颈 那第二次货币战争的主角就是人民币 为什么美国要人民币升值呢 第一个 因为人民币升值可以让美国的出口增加 增加美国的投资跟消费 第二点 透过人民币的升值 可以让美国稀释它的债务 这是美国赖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三个 美国希望透过货币战争 来移转中国跟美国的什么 的财富 那么其实经济战争的主角 其实就是什么 人民币汇改的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当然害怕人民币升值太大 为什么 因为他怕重蹈日本的覆辙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假如欧洲 美国 日本 持续的印钞票 那么中国顶着三兆美金的外汇存底 那么如果他要捍卫人民币 他势必要买入更多的美元 释出过多的人民币 这个将会造成21世纪一个最大的一个泡沫 所以人民币目前处在一个全球的一个货币战跟汇率战的漩涡之中 对外是汇率战 对内是货币战 所以中国政府如何取得一个长期跟短期的一个平衡 如何维持一个平衡 一个长期跟短期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中国当局必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货币战可能还相当的一个持久 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很重要 就是中国要买进大陆的大量的美金 他的资产是以美金来计价 那美金一直贬值 那我的资产就 我的负债就稀释了 到底在这边 我就稀释掉我的负债了 听说稀释了三兆多美金 那这是他 美国人 这个真的是有心机的 邪恶的重心国 不能讲的是有心机的国家 这也只有他能够做到 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 好 我们这个货币战争 暂时这一讲就介绍到这边 欢迎各位同学 下一期 下一讲 准时的收看我们的经贸情势分析 那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特别来宾 陈教授和林教授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